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最近的大热剧 《非莫与云间莫属》 这部剧从一开播的不被看好 到如今力压抑重 在播剧的竞争中拿下热度冠军的位置 甚至连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都不如他 可见剧集的受欢迎程度 趁热打铁 莫与云间的两位主演王兴月 吴景岩一起开启了一场线上直播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场直播却引发了不少粉丝和网友们的吐槽 原本大家冲着吴景岩和王兴月去的 毕竟在《莫与云间》中 两人一个是复仇大女主 一个是负黑宿国公 因为智商上的势均力敌 两人彼此之间的各种拉扯 各种你来我往 自然看的人十分过瘾 随着剧情进入高潮 更有不少网友被这对荧幕搭档的默契所吸引 加上吴景岩 王兴月在花絮中的互动也是甜甜蜜蜜 更是让人忍不住磕起了真人CP 然而 王兴月和吴景岩的这一场直播互动 却是硬深深让不少CP粉直呼下头 尤其王兴月的种种拆台 这集结榜和吴景岩CP的行为 更是被网友吐槽 是在复刻诚意当初在云歌会的操作 首先是游戏当然了环节 王兴月被问恨不恨女主前夫哥 原本问题的用意无非是想Cue她吃醋梗 王兴月只要顺着说就完事了 无奈她就是一身反骨 直接回答还行吧没必要 看样子与剧集抽离得很彻底 不仅如此 整场直播里王兴月好像把吴景岩当成主持人一样 一直有意无意的在提自己帅 明明墨与云间这部剧都还没播完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直播里提到了她的下一个角色 这场直播里 王兴月的种种避嫌行为让沉浸在墨与云间剧情中 对二人CP正磕到上头的剧粉们甚为不满 更有不少人直接唤世此前的琉璃云歌会 彼时 陈毅同样在琉璃美人煞在播出时 为了提升这部剧的热度 捆绑女主进行CP炒作 带到云歌会时 却连阵眼都没有给女主一个 当时可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陈毅也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 被不少CP分口诛笔罚 而今 王兴月在这场直播中拆CP的行为 在不少人看来和当年的陈毅如出一彻 其实对于明星而已 不想炒CP 想要避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作品是作品 现实是现实 不过急于划清界限 撇清关系也可以做得稍微圆滑些 毕竟剧还没播完官方马上拆CP 吃香未免也太难看了吧 对于剧迷来说 这样也未免太残忍了些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